大家好,1月7日星期六,到周末,明天1月8日通關 其實我們已經說過太多關於通關 今天我錄的時候就慣例,星期五的下午4時半,收了市跌六十幾點 剛剛港股就兩萬零九百幾點,兩萬零九百幾點 成交好一點,1400億,比1200、1300億,不是太好看 不過它也沒什麼重要,很不好看它也沒什麼所謂 先說一點點題外話,很多讀者都有問 你現在好不好買港股? 其實我回答很多朋友都是回答這七個字 我回答很多朋友都是回答這七個字 小心使得萬年算,這個你自己決定 大家知不知道這次疫情,甚至香港這麼久 閉關了三年,或者包括中國動態清零 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我說真的死了,不是開玩笑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是輸身家? 你看到組合,鑽石狗是117% 那你說,喂,沒什麼增長,都是幾年前一樣 其實你遇到這些大時代,你不輸便會贏 你贏當然是最好的,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你不輸便會贏 其實是真的 你保住那本,我自己本身的組合也是一樣的 它也差不多到了2020年左右的位置 增長了幾個百分比 當然有收息 大家知不知道在這個疫情裡面 多少人真的死了? 我在節目裡面說過,香港外高很出名 國內東莞廠,沒有人不認識的 這間電子廠 去年年底便跳樓死了 多少人在國內現在全身債 你猜現在國內的人還是以前自由行的年代 下來大手大腳地使用? 沒有了 你很快就知道,明天再過一兩天 自然有些小記四位去跟 關口,然後去明店街 然後他們是否去藥房 是否去診所 然後是否買藥 去哪裡消費 兩三天你就知道了 食豬紅的黑市 一做就見功 所以這些大是大非的時候 基本上你不輸錢便會贏 你還想著過去幾年在香港贏錢嗎? 你不仆人已經偷笑了 香港幾多人 國內開創那些輸到底褲都沒有賣 所以問題就是 我只能說一件事就是 小心使得慢面說 你認識到就認識,認識不到就算 即是他向來都是這一招 即是說養肚殺 簡單說一句 現在這麼低,進來吧 進來投資,進來買債 待會我們會說 大家看到封面也看到 可以了,我們復甦了 然後又幾年之後 一刀拿下來 然後你之前所賺的所有錢 一鋪輸清 一鋪輸清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香港有幾多人 即是中間說不要緊 國內已經沒有問題 什麼問題都沒有 將很多錢放在國內 那你就沒有了 你現在拿不拿出來 是吧 我當你有三四百萬人民幣 你現在拿不拿到 你試試拿不拿到 是吧 另外有讀者也問 喂 你中國不是很不公平嗎 即是我們香港人上去 你就要陰性證明 但內地人下來 又不用 喂 向來也是 還有讀者問這個問題 喂 國內向來 他所說的開放 是你要讓我去你 但是我沒有說讓你沒有限制進來我 向來都是這樣的 即是說中國我要開放 我要開放就是我要去你 但是我沒有說讓你來我這裡 不是今天的 這件事 這件事向來都是這樣的 即是簡單說一句 TikTok你一定要讓我去美國 但是你的軟件就不能進入我中國 向來都是這樣的 不是今天的 你現在還問這個問題 還有人問這個問題 他說的中國今次疫情開放 是你要讓我來 但是沒有說我讓你來 不要搞錯 所以你要懂得讀他的語言 他的語言只是告訴你 我們要國際化 沒有說讓你進入我們這個 1.4億人的市場 那就對 他向來都是這樣做 那為什麼你還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才對 即是他現在的表現告訴你 就是這樣 你進來的時候要陰性證明 甚至可能如果你再招待我隔離你 但是我去你 你不可以有任何限制 其實就是這樣 他的市場就是這樣 他向來都是這樣的 他不是今天才是這樣的 他向來都是這樣的 所以還有讀者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麼奇怪 你還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 好了 我們一會看看 那個 我們都說為什麼 那個股市 要養到 鼓到鼻血都流埋 大哥 由14,000點 雖然你看到它有槓桿效應 一直鼓上去鼓到2萬多點 我們昨天地產小專家都說過 國內的盛頭已經爆了一波 好了 原來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們先講了這幾個新聞 接著我們先講這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正經短打講的中國 原來又說是男子 之前是女兒 現在是男 去了仁川機場 陽性之後 沒有去到隔離所 走了 兩天之後 在首爾就落網 原來這個男子 就逃到距離酒店 即是他那間隔離酒店 三百米以外的一間大型超市之後 接著就坐的士 去了這個首爾 坦白坦白說 你一訂酒店 全部能死 立即踏了 首先將他轉去原先要的隔離中心 七天強制隔離 七天強制隔離 基本上可能要罰款和坐牢 接著就強制遣返 做了這件事之後 由韓國去中國的旅客 立即跌了百分之十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收到封 別人是真的 不是流 簡單說一句 你跟足別人的規矩 你不跟的話 第一 你沒辦法 他是這樣想的 我中國大了 對嗎 我外交部屌桌你南韓 你少日本少南韓 坦白說一句 你敢扣留我 我整個南韓打你下來 他們的心態是這樣的 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你一離開中國 其實你只是廢人一個 你看到螢光幕就捉了雞 然後消息回到中國之後 喂 不是啊 人家真的隔離你的 真的是罰款的 真的坐牢的 那些人 不要了 我等我自己揚完先 陰了 才去 你還打算扔張紙過去 陰性啊 走開吧 有的 現在內地那些來過關 即是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官員 其實很受氣 陰性啊 你老闆 走開吧 左勾住我會這樣說的 真的 現在大了 大家知道嗎 現在在國內 有個 他一向都鼓吹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他們覺得大了 他們離香港那些人 覺得大了 扔張紙給你的官員 你動我啊 你不要碰我啊 你碰我當你偷薑 告訴你我中國人來的 你香港是什麼 你香港是我中國其中一部分的 所以我很替我那些官員受氣 真的 不是說笑 我因為見過 因為我真的見過 在那些關口地方 那些態度很惡劣 有些是 他未必是一些富豪來的 可能是一般人民 而已 他做到的概念 給那些人是這樣 那你官員那些 你動我啊 你不要鬥我啊 你碰我 你當你偷薑 告訴你我 我認識誰 認識誰 一拋你已經 你入境處長 一拋你也收皮 你也收皮 所以我很替那些官員 是很慘的 你只是受人容易分析 是吧 所以立刻就起了一個阻嚇作用 說不是啊 韓國不是跟你說笑的 罰款兼坐牢 那些人等自己陰了才去 這些就是正常 但是香港這麼敢做呢 不敢啊 做也不敢做 說也不敢說 提也不敢提 是吧 好了 我們先說了為什麼 美國呢 美股呢 為什麼會跌三百多點呢 我在英文節目也說過 我說 根本現在整個美國 這些這樣的 我也不會說 就是亂交來的 那些評論是 哦 因為美國勞工市場厲害 12月 adp我們說過了 就是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這間就業人數 他又得出一個 數據就是 有23.5萬的就業人數 那就超出預期了 預期好像是22萬多而已 另外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就跌到20.4萬 就是由22.4萬跌到20.4萬 勞工市場是厲害的 好了 但是厲害呢 市場就會跌 為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 就業數據這麼強勁 就會跌呢 哦 原來因為怕美國加息 這樣 那你怎麼搞呢 就是你衰退 如果就業差的話 哦 因為通脹高了 所以要加息 好了就業好了 哦就業好就不怕加息 就是你說了 好 另外呢 這個國際貨幣基金的副總裁 就警告 就說通貨膨脹 尚未脫險 這個確實 就應該維持加息的 就 估計 今年還要加四分三 你說如果是歐洲的確是 歐洲的確是未脫險的 但是美國你看到的數字 你看就業人數就知道 就業人數是創新高的 其實是 你看中國的就業人數就知道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我們看看天然氣價格 如果有付費這個收費版 我已經說了很久了 天然氣價格一路跌 一路一路跌 所以你一看到普京 我們停戰 我們停戰六天 那就試好了 普京很簡單 那四個地方你給我照拿 然後 所有的東西你不制裁我 然後我就撤兵 就這麼簡單 真的上得尾 彩利有味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釋出這樣的訊號呢 普京 你看到螢光網就知道 你看看你賣的天然氣價格下跌 之前一說 一說打仗的時候 標到140歐元一個MWH 好了 接著 美國慢慢釋出戰略石油 接著找人買天然氣 跌了跌了 現在跌了一半 跌到68.5 還低於一半 油價跌到七十幾元 由之前百三元一上 跌到七十幾元 那你普京還怎麼賺錢呢 現在連中國都不敢跟你買石油 是吧 如果全球都這麼便宜 我為什麼要跟你買呢 是吧 免得罪西方 那普京沒有錢 就要求和 是吧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其實內地不是四千家企業 是四千至五千家企業 大家要知道 香港當時有個規例 所有在香港發債的企業 一定要得到 金管局認可的評級機構 給予出來的正當的評級 才可以在香港發債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美國 S&P 即是衛羽 標譜 目的那些 就不評理國內內訪 他不評 他我不評理 但是國內的評級機構 香港的金管局 還沒有納入可信的項目 那他就不能夠來香港發債 好了 那內地現在就說 喂 你金管局 立刻要承認我們的中資機構 那又如何 我們有四千至五千家企業 要來香港發債 大家計一計 一間一億你都死了 一間一億都五千家 加起來就是五千億人民幣 差不多接近五千八百億的港幣 就是香港集資 他有說 他說 我們都考慮 接納西方的評級機構 只有哪幾間 只有三間 唯如標譜目的 進入我們中國 你也不要想 你香港一批了他 這裏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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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 我的評級機構 你香港要Approve 但是你外國的評級機構 等等 先讓我們中國批出來 就是這麽簡單 好了 那你說在香港發債 誰買呢 大家立即會想到一件事 喂 你叫外國那些 進來你中國買就行了 就是別人不買 如果別人肯買的話 根本需要來香港發 你在國內發的 那些錢 美金轉人民幣 買了就是 沒有人進來買 所以便要香港 那大家明白 為什麽港股要標到這麽高 如果港股不是升到這麽高的話 你的港股現在還是萬五萬六點的話 人家都不相信你 我怎麽相信你 喂 你的港股只有那萬四萬五點 你叫我來買這麽多債 為什麽 沒有人肯買的 來吧 回升的 好的 不好的時候 最壞時間過了 就是這麽簡單 那誰買債呢 第一個 當然是我們偉大的特區政府 第一個 第二個是誰 當然是扔心口 還想問 第二個當然是扔心口 第三個是誰 叫金管局 所有波叔 所有來過金融峰會那些 每個逐個去打電話 有債買買 買吧 支持我們 支持中國 十四億人 買吧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麽簡單 是吧 那誰死了 呂麗君 你都是呂麗君就知道 有傳就是買那些國債 中國那些內房債 其實你問我 劉鑾鴻也不夠 你中間不能找我 你扔了家才找我 我是男人 與我好色 我這麽多錢 錢也是這樣花 我找個年輕人 用你的腦械學嗎 對嗎 我講的這句 他真的愛你 一早找你 為何有事 所以剛才找你 是吧 男人不需要好色 真的 我們男人也這樣說 男人一定是需要好色 即是拋一點眉眼給你 撒兩句就搞定了 我有沒有說錯 中間那麼久你不找我 有傳過那些小白面 扔了家你來找我 跟我行商場 我施手術的時候 你不見找我 所以男人其實很容易騙 真的 男人就是小孩子 這就是 這就是新聞 大家進去看 你只需要輸入4000至5000 這個中資評級機構 你就有新聞了 中國就說 標譜無法覆蓋 他不是無法覆蓋 之前說不用人家平 記得嗎 他覆蓋 你垃圾評級 他之前是覆蓋的 木迪標譜說你是垃圾評級 那我就不用你平 那不用平的話 如果你在香港發債 是不行的 因為香港還未接受內地的評級機構 那就叫你接受 每個都是財務健康 三條A搞定 四千至五千間 全部來香港發債 營購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馬上 再為房地產行業放寬 中國金融監管機構放寬 所有內房的三條紅線 將過度試點死線 由今年年中延長六個月 並且放寬負債增速上限 很簡單 就是說 這四千至五千間企業 大部分就是國內內房 那些錢是否給內房 未必 可能錢進去之後 黨就拿去 就是這麼簡單 你無法限制它 你無法限制它怎麼用 好了 接著又是講還利息 接著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我還不到 延長二十年 頭的十年就是還息 息由七里半降到三里半 接著再十年之後 才考慮還本金 就是這樣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廣股 一定要上去呢 有原因的 廣股不去到兩萬多 氣氛不好 誰買呢 大哥買股票 大家明白 買股票 跟你買樓 買股票 跟你買普通東西一樣 講什麼 講氣氛 氣氛好 你就下答 是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問我的讀者 我說 小心使得萬年算 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算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現在看看 問一下 之前在大陸設創的那些 全部死光了 買國內企業債的那些 全部釘光了 是吧 屢利君多少錢 那些十億十億買下去的 好了 你看看波叔的兒子 要升 四百億 全部沒有了 沒有了 全部 每一個都是虧樣的 全部 那麼 七個字 小心使得萬年算 好了 這個一樣 人民銀行銀保監就說 決定內地 內地 如果 你新建商品房的住宅銷售 按月 或者按年 連續三個月 你都下降 譬如 簡單說 跪州 你三個月 你的銷售 都會下跌的話 你可以階段性維持 下調或者取消當地 首套房 房貸利率的政策下限 簡單說 沒有利率下限 如果三個月的銷售都下跌的話 那個地區有權 沒有下限 利率幾低都可以 最重要是賣樓就可以了 你想想 這四千至五千元 來香港發債 急著發債的 究竟是國內的什麼企業 你就知道了 有傳 渣打是賣盤的 賣家是中東的阿布雜比銀行 渣打好像有澄清的 就說沒有這件事 坦白說一句 你說中東這些阿布雜比銀行 大家知道渣打是英國銀行 那他買了之後 如果他賣了給中國 你豈不是 是嗎 會的 不出奇的 是嗎 你無限阿布雜比銀行 但是阿布雜比銀行 將股權賣了給中國 中國變成大股東的話 那你豈不是 是嗎 他們本來有盤算的 現在已經用這個方法行不通了 但是我在星期五下午看 就說應該渣打是否認了 即是沒有這件事的 中間的股價仰了 後來也沒有了 好了 國內中國 1月5日 這個 中宣部 中國的宣傳部 下令媒體 要營造這個春節的長和氣氛 就叫大伯 大家看到螢光幕了 大伯就說 你安心在家 我們一直在守候 之前封控的那些 封控上門打人 粉不自抹去 那些人死了又怎樣 我們不幸 是吧 說句現在大伯出現 被人打死了 在國內 告訴你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被人打死也有份 中國什麼都可以 很快 劇情需要大伯有多久 幾個星期前 還通街都是大伯 現在大伯就說 你安心在家 我們一直在守候 大伯就是站在人民那邊 幾個星期前 上門打到你 仆街 然後拘捕你 那些 粉不自抹去 那些不要再提了 就是這樣 這個大家要留意 內地說 波蘭的內地開關 波蘭的衛生部長說 不會對中國旅客實施特別限制 但是千萬不要當真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泰國也說過不會 但是泰國突然間在1月5日說 所有到訪泰國的旅客都最少出事 打了兩針 另外 如果旅客由泰國前往的國家 一定要出事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 另外 旅客就必定要出事保險證明 因為如果我踏了你要隔離的話 你給不到費用 你的保險都可以給到 但是他說明 我不是針對特別的國家 其實大家心裡要知道他針對誰 之前泰國也說沒有 為什麼突然間會有呢 因為入境之後 發現你的個案多 對不對 泰國之前很嚴重的 如果他再爆多次死 但是我又不可以不限制你 又如何呢 我不是只限制你哪個國家 每個都要 但是 大家心思做明限制誰 但是問題會不會影響香港呢 一定會 一定會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著 如果你沒有打兩針的話 你是不能去泰國的 你買了機票自己想 譬如說零針人少 像我們這樣 喂 去吧 泰國沒有問題 突然間要打兩針嗎 糟糕 你現在怎樣打不及兩針 另外一件事 你還要拿48小時的核酸證明 甚至可能如果他的個案多的話 到時候他要做PCR 所以大家如果買了機票 又沒有打針的話 那你要跟旅行社談 好了 我們不再說那些通關 因為我們已經說得太多太多了 德國的國防委員會 1月9日很快 星期一就會訪問台灣 我們以前也說過 無論你德國總理怎樣也好 你是不可以阻止這件事發生的 即是無論你怎樣親共也好 為甚麼 因為德國是民主國家 你不可以阻止他 另外關於香港的強迫金 他這個差不多是2022年的 summary 2022年整體虧了1860多億 或者是15.7% 繼入強迫金供款之後 估計2022年強迫金成員 平均的帳戶結餘都是22.95萬 少了2.82萬 即是15%左右 我記憶中都是差不多的 即是20多萬 另外這個不是展望的 即是今年 根據Potential的調查 32%的中小企打工仔 今年是考慮轉工的 為甚麼轉工 人工問題 現在你在香港做生意 其實很難的 任何你要請員工那些 個個都加薪 全部都要加薪 有些加十幾% 有些加三成都有的 我剛剛看說不知道 那個是否強迫金 強迫金的平台 因為沒有人才 他說沒有人手 不是沒有人才 你現在不是要清霸世界 是甚麼人才 即是沒有人手 所以連平台都寫不到 即是電子平台要推後半年 所以問題是說 香港所有東西都會貴的 一定會貴的 那麼人工呢 員工呢 員工保障 還有有薪假期 就成為留住人才的三大關鍵 這個大家要注意了 即是如果你是老闆的話 今年你都相當艱難的 除非你那個服務 或者你那個產品 你可以轉移那個加幅去消費者 如果不是是很艱難去做的 另外這個就說Google 其實Google 給很多地方控告它壟斷 為甚麼說它壟斷呢 因為當你在當地 即是印度 你安裝那個Android系統的時候 就一定要人家 就預再安裝你的預載程式 簡單說句 Android Google 有很多預載程式 譬如你是YouTube 或者是Chrome 或者其他搜尋那些 這樣就被印度控告它壟斷 但今次Google曾經在中間上訴過 但是沒有甚麼結果 即是減少少 大家另外看到 譬如說你的搜尋器 或者Pay Store 你都逼人家一定要安裝的 所以問題就是 他這次 他自己看過 就說你印度根本沒有調查過 你是將2018年歐盟 歐盟都罰過他 整個結果差下來 你都沒有調查過 你沒有調查過 你為甚麼罰我 這樣就提出上訴 這樣就提出上訴 印度法院就4日開始 開始審理 這些已經審了一個多月了 今次富士康在中國鄭州這件事 其實對他自己來說也不是好事 為甚麼呢 大家看到蘋果會害怕 喂 我放在你一間裡 你有問題的時候 我會死的 對不對 但蘋果那些 你不要以為他真是很正義 沒有看生意 蘋果又怎樣呢 蘋果就把部分 部分iPhone機款 擺放在中國一間叫立訊精物 給他生產 現在立訊精物 正在生產少量的iPhone 14 Pro Max 在哪裏生產呢 就是在上海的崑山廠 崑山廠我去過很多次 簡單說 紅海有機會 他本來就是唯一一個 唯一一間 生產高階iPhone 現在別人要害怕你了 美國佬一定是 一定的 美國佬是 你出一點點事 他一定會分散投資 但美國佬是否害怕中國 他未必害怕 他又放回中國 這麼神怪 是呀 這個我們預算了 之前我們習主席 放了應該我記得有兩次 每次都成千多億美金 在中國大舉投資研發晶片 即是要與美國抗衡 好了 搞過兩次之後 錢就泥牛入海 逐個逐個拉 錢去哪裏 沒有東西出來 這次第三次不投資 之前全是投資多過萬億人民幣 進去晶片業 你看到現在就煞停了 沒錢 沒得教 所以你說之前那些 不是呀 中國已經成功研發多少納米 多少納米 即是多餘 如果研究成功賺錢的時候 是不會煞停的 即是你錢就給了下去 那些人就差不多分了錢 原先做製衣的 都說去做晶片 然後拿了錢 然後說投資失敗 然後就捉過那些人 為黨為己 之餘之類 根本沒有意思 去到今次 我記得是第三次 已經叫停了 不要再玩了 因為沒有錢再玩了 你怎樣跟美國老爸 別人的美金是印的 你會找回來的 好了 中國在疫情之後 很多地方立即定出一個非常強勁的 2023年GDP增長 鄭州5.5% 我去過長山 長山是湖南 長山更說我會有7%的GDP增長 很難說 因為今年 即是2022年是很差的 2022年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你對比於2022年來說 你說5.5%和7%是不高的 是不高的 未必的 因為它的增長是對比上一年 即是等於香港你都負了 你都負增長了 你任何只要不負的 你已經是正確的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是有機會的 因為就是去年 即是去年太低 好了 講回Tesla Tesla在中國 大家都知道 你又被人抄 中國的汽車 即是不要說它電動車 所有中國的汽車都是怎樣 補貼的 全部補貼的 那它就補貼 你又怎樣呢 你又減價 那你哪有患呢 是吧 它又補貼 你又減價 大家看到 中國汽車在去年的出口增長 前十個國家 譬如美國 日本那些加起來 總共有671億美金那麼多 但是居然 Tesla的需求疲弱 在12月份 交車是接近五個月身低 40萬 我沒有記錯 預計是42萬 但問題是 它自己 因為銷程低 所以它要減價 小鵬理想那些又再跌了 為什麼呢 因為別人減價 所以它又要減價 但是它減價不和你減價 因為為什麼呢 它減價是補貼的 你減價 你就真的減價 所以其實沒得玩 你進去中國 你就要預計 即是你預了有這個風險 你進去中國 你就預了有這個風險 即是說 它補貼 你減價 接著它再補貼 你再減價 好了 你即使拿最大的市場率也好 你根本就沒有錢賺 現在其實最厲害 字面上看 中國就是比亞迪 比亞迪在2002年 全年的新能源汽車 銷量是186萬兩 按年增長大約兩倍 Tesla是131萬兩 其實 如果你看看比亞迪的銷售 其中有純電動車 只有91萬兩 其他95萬兩 都是一些混合式 即是電和摺動車加起來 所以如果以純電動車來說 仍然是Tesla最高 因為Tesla真的是純電動車 即是你95萬兩 它便131萬兩 另外大家都耳熟能牆 Dell 即是大約電腦 明年 這應該不是傳言 Dell 明年2024年 便會停用中國芯片 2025年便會撤出中國的 它當然是做電腦 即是有Notebook 亦有台機 2025年便會撤出中國的一半產能 為甚麼呢? 因為美國的晶片禁令 不關Dell事 是它迫著要跟 TikTok和WeChat便是好例子 即是我們中國的軟件 要國際化 你不能阻止我們的軟件 在你美國、歐洲用 但是你的軟件 不可以來我中國用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中國有沒有Line 你中國有沒有WhatsApp 沒有的 你其他有沒有Facebook 沒有的 所以中國的國際化是這樣的 是我能夠到你 但是你不能夠到我 我國際化 沒有說讓你來 對吧? 所以你現在看到 即是美國 做回它同樣的事情 它便要跪下 你看到TikTok 創作者可以設定年齡限制 是成人才可以看短片 我告訴你 最後你不用搞那麼多功夫 最後在美國是全部會禁止你整個TikTok 最後不用問了 現在就是政府裝置不給 往後一定全部禁止你TikTok 好 我們說回我們的遊戲機 我都想著會買一部PS5 但它好像會出個Slim版 即是很小的那個 如果很小的那個我可能會買 但好像今年年中才有 即是2023年 PS5主機銷售 剛剛破了3千萬部 為何去年這麼慢呢 就是因為缺貨 因為俄烏戰爭 Kalik Clark之類 現在是正常的 如果今年年中 今年年中 有PS5的Slim版 而價錢還可以的話 我都考慮會買 其實考慮就是 不一定會買 但這部這麼大部 我一定不買 另外我們說回英國 英國其實基本上是很麻煩的 如果你看一些英國報紙 或者外國報紙 它每一天都是說罷工 罷工 天氣現在好一點 但很奇怪 我朋友說 不是很習慣 雖然它已經過了英國整年 好像它在曼徹斯特 好像整天都黑沉沉 好像整天都黑沉沉 三四點就開始天黑了 過去幾個月都是這樣 香港人不太習慣 香港人是習慣日夜 比較明顯的 你說差一點點沒所謂 香港都有的 香港都有日短夜長 但不是差那麼遠 他說英國不是只冷的問題 他說差不多三四點就開始天黑了 開始天黑 三四點就天黑了 如果你在香港過去 咦? 為什麼這麼早就天黑呢? 然後他們在曼徹斯特 五六點已經是 已經關了店 他試過平安夜跟小孩出去走 是很平安的 這條街是很平安的 大部分的店真的關門 他沒有去倫敦 倫敦當然是全世界最旺的地方 倫敦是很旺的 但他在曼徹斯特 有些真的比較鄉下的地方 但當然那個樓價便宜一點 但他這件事 不是凍讓他最不習慣 凍也是凍 他爸爸媽媽跟了過去都很傷 但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整天都好像天黑 這兩個月都是 他說三四點 天黑了 基本上 你在香港 三四點就是一條龍 當你很容易天陰 或者天黑的時候 人的動力是沒有那麼高的 人是這樣的動物 他現在都沒有習慣 他過了一年 他說現在都不習慣 現在都不習慣 一有太陽 就出去跑步 一有太陽 就有機會多點出去 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英國證實 這個新衛城會削減企業的能源補貼 他現在補貼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補貼能源公司 第二就是補貼consumer 即是一般市民 我當時已經說過 搞不到 你的錢從哪裡來 他現在說削減企業的能源補貼一半 但延長一年 很快便出事了 我告訴你 你削減了補貼一半 那他怎麼維生 現在這麼貴 怎麼頂啊 另外這個新衛城更神奇 他說我不如立法結束了罷工條 你不能非法罷工 罷工當然是非法的 難道罷工要申請嗎 沒有的 所以我說香港那些很好的 香港國泰那些是很好的 哦 聖誕假不罷工 新年假不罷工 不罷工 英國那些採你也傻 告訴你 鐵路照罷工 巴士照罷工 機場照罷工 採你也傻 我看報紙說 每天都是這些新聞 每天都是罷工延長 那你立法有沒有用呢 沒有用的 那些人出來遊行示威 要求公營部門維持最低服務水平 那他要加薪 我剛剛看到好像說 護士那邊 就是說最低開的條件 就是你要答應他們加幅一半 即是19.2% 你最少要加9.8% 9點幾 如果不然沒得談 那你問你現在叫新衛城怎樣加薪 你英國現在怎樣加薪 加9點幾%怎樣加 大家看到了 英國的鐵路工人再罷工 工會就說行動會持續數月 其實坦白說 現在的火車基本上已經沒有人了 我在網上看過那些 即是英國的火車站 不是沒有人的 只是幾個人 因為他不敢回答 你罷工 最慘的一件事 我回答一下你罷工 我就死了 那又怎樣 如果去遠的地方 就開車 那一綱有多少錢 他只是想這樣 喂 鐵路不開 你一定要去的 譬如我一定要去曼徹斯特 去倫敦 那巴士又說罷工 那又怎樣 自己開車 那開車一綱有多少錢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另外 富士康會用NVIDIA的芯片 無論怎樣也好 NVIDIA AMD 它本身的GPU技術 其實是用來計算的 用來計算 計算什麼呢 就是電動車 或者是自動駕駛 它不需要很小 因為車很大 它不需要用到三奈米 兩奈米不需要 因為車很大 那它便可以用NVIDIA 用來計算 幫它計算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 開發自動駕駛的汽車平台 現在變成了第一頁 剛才我們說過的積金局 它是找了電訊營科做的 但因為電訊營科 缺乏這個人才 所以這個新的積金局的平台 完成日期會延遲8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 坦白說 它跟這個人才有什麼關係 我想問一下 香港有很多人才 告訴你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香港其實很多人已經離開了 特別是這些寫電腦 寫軟件 很多人已經離開了 不會再在香港 你想想一件事 你寫一個平台 你也寫不到 你不要以為那麼容易 寫一個平台 寫一個平台是很難的事情 它希望寫一個平台 給這個積金局 好 當你寫了一個平台的時候 市民可以在積金局的平台裏做很多事情 那又怎樣 這樣就可以省下那些 即是積金局的員工之類 等等 很多事情都可以歸一 在一個平台裡面 輸入就完成了 但問題就是 現在正式的一件事 就是 根本上很多香港人已經移民就了 特別是這些可以寫program 寫一個大平台的好搶手 那你不是搶人才 那你看看你能夠搶到什麼人才回來 八個月之後 我告訴你 今年年底 你都沒搞定 另外我們會講講關於三星 其實三星已經在收費節目裡面 我報導過 三星和韓國現在要開會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 韓國的經濟 基本上是靠三星或者這些高科技產品 當現在美國出了晶片禁令的時候 第一 中國的消費 對於高科技的一定會下跌 第二 高科技的又怎樣 去了美國 回到美國 那因為你不是台灣 台灣就是我整個捧你上來 但韓國沒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韓國你的態度很曖昧 你又想埋中國 又想埋美國 我怎麼能夠相信你 台灣不是 台灣是死忠 一定是美國 跟中國反面 那就相信中國 相信美國 就是這麼簡單 韓國差不多是二五仔 這邊又埋 那邊又埋 那美國怎麼會把那些東西交給你 但問題是 如果三星或者韓國 你失去高科技的話 就收皮了 收皮了 韓國我之前說過 為什麼這麼旺 就是因為二零零六年 跟著Android系統 那LG就跟著阿哥 你三星阿哥 你做什麼我做什麼 那韓國怎樣 有十幾年的盛世 好了 現在所有東西歸回美國 你韓國已經不再是高科技 現在只有美國 和台灣 那韓國就要想 我失去高科技的話 那韓國就收工了 是吧 所以 三星的副總裁 今天就說 他說去年 韓國的科技產品需求 一路低迷 整個2002年都是 今年的上半年 他都期望是低迷的 最少要去到明年的年底 大家知道三星最主要賣什麼 閃memory freshmemory dram 即儲存器 和freshmemory 最多這些 如果別人的科技 一做到一先進的話 你就收工了 告訴你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Youtube 投資筆記 美股一月份的收費版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我們的 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 Weekly 我連結在下面 我們的網誌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我已經講完英美煙草 接著會講國際家居零售 即是日本城的母公司 Sara 的母公司 Indidex 以及 WD40 有篇幅我們會講 這個SuperDry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好 我們兩類型的節目收費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 我們今個星期的所有免費節目 都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如果中間1月8日 有任何通關的新聞 我們立即會做正經短打 否則 星期一 中國民心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